美環跟豬太郎想給哪一個 美環 豬太郎是這樣 這樣子是對鼻腔會有受損的 那你可以用美環的聲音幫我示範一句 好 哼哼哼 晚上一起吃飯嘛 嗨我是雨傘 你覺得寶兒跟紅獅哪一個人美過你 寶兒跟紅獅 寶兒紅獅PK賽第一回合 他們兩個都很美耶 發自內心 而且我手機一直拿起來 寶兒在睡覺還可以一直拍他 像變態一樣 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紅獅就是 一個很性感的 幼青女的女生 然後如果你是男生 寶兒跟紅獅PK賽第二回合 這個很難 因為你知道寶兒就是那種比較披押 紅獅的厲害的地方是嗎 他非常會取餐 你不可以回家嗎 我全都要 美環跟豬太郎你講給哪一個 美環 他還是這樣 反思對你一下會會有受損 那你可用美環的聲音幫我示範 給你 지 寶兒寶嬉 晚上一起吃飯嘛 有信嗎 別人做什麼事情 會讓你一秒不爽 一秒不爽 各位 在包名字寫錯吧 或是把我們團名叫錯 有一個主播 他就是在播報新聞說 在講我們團名字 我們叫POPPOOLADY 他講POOPOP GIRL LADY 哪來的團名這麼長 這句話是哪裡來的呢 要開戲到現在 那一個男演員的帥度讓印象成刻 劉德凱 心情不好會做什麼事情發現 去努力大吼大叫 然後大喝酒 他不變胖跟失戀分手 會選擇哪一個 這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 我不是失戀沒有胃口 我現在會大吃大喝 所以如果真的要讓我選一個 如果失戀不會大吃大喝 然後吃瘦的 變胖口 講那麼久還在 但是變胖 你減肥就好啦 但失戀一段感覺要重來 這多不值得啊 胖死我吧